这位姑娘 这位姑娘 武叔叔 我是杨晓忆 您还记得吗 晓忆 你怎么在这儿啊 阿姨在家吗 在 在 在 她有病 什么病啊 她干活不小心 把腰摔坏了 现上的大夫说呀 治不了的 躲过床脸里面多的 这老头子 那妈一面谁来了 我听见了 那是有人来了 现在来个人 你都别告诉我 你妈我跟她说 叔叔 那阿姨摔伤以后 有没有去医院 照个X光片啊 好 照我 能给我看看吗 那你坐着 我去找找啊 找什么呀 死鬼 你告诉我你找什么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找什么 找你的病历呢 找我病历干什么呀 你别瞎操心了 找着 刚才我听你跟外边有人说话呀 好像是这个女的 你是不是想告诉别人我病治不好了 你把我气死了以后 我跟外边的小娘们一起过 别瞎说 外面是思敏的同学 大明没有女同学啊 是永成的 永成的 永成谁啊 永成谁啊 你进来叫我看看呗 拜拜 阿姨好 是杨家大小姐啊 出了人越来越好看了哈 进来吧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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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无审的病病 这是X光片 回去好好看看 阿姨 能让我看看您的腰怎么样吗 来 老人 看我腰怎么 看我的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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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家弄在清家农产 你的腰 疯了 你把我家弄在清家农产 你把我家弄在清家农产 疯了 疯了 你把我家弄在清家农产 你干吗 你没让口气 小姨啊 你屋身有病 他心里憋屈 他都换你别往心里去啊 大明 我不是说个不让你来找我吗 臭小子 送送你同学 送什么送 自己没张腿啊 吴叔叔 那我先走了 你怎么这么对人小意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杨小姨这 大明 你话跟你好好说 等一下 你把人拉走 这是我给阿姨看病的钱 用不着 拿回去 吴思雯 你有那么恨我吗 颜小姨 本来我什么都忘了 你为什么非要让我想起来啊 你来清云干什么 我是来清云工作的 我来这儿 根本就不知道你在清云 那你现在知道了吧 知道了就离我离我们家远点 吴思雯 我们都在清云见面了 为什么不能把过去都忘记呢 就当过去没发生 好不好 这个钱我给阿姨看病 是我的一点心意 杨小姨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想补偿 你省省吧你啊 我现在用不着补偿 你已经侮辱过我一次了 现在你不要用这个钱 再侮辱我一次 离我们家远点 那 hết 慢慢的捏几下 慢慢往下移 啊像这样 来 你过来试试看 离开一村半 慢慢地往下移 大拇指慢慢地往下移 你这个同学修周一 整个星期日都在厂里上班 那好 以后我可以用周日的时间 去他们家 这样就不用跟他见面了 我特别纳闷 学习雷锋做好事 干什么不见面的 你不知道 他不愿意我去他们家 他也不想见我 不过我借口给他妈妈看病 他应该不会阻拦我 好 决定的事就坚持下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一个人做件好事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而不做坏事 等我有空 我也去见见你这个同学妈妈去 好吧 您可不能见他 他妈妈脾气可大了 我还怕我去给他认出来 回头再把我骂出去呢 我跟你说 我有这方面经验 我年轻的时候 也照顾我公公 人久病了以后 心情特别焦急 你去干什么 春风化雨 好好给人家治病 我支持你 哼 我还没有什么事 小匹 还避养就你 其实我听見你 我先不如我 求你 我们的男人 就是我的男人 我亲爱你 我感想要你 让你止尾 大虎 小妮啊 回来拿你了 没事 待会儿您给我准备一盏油灯 我要敷药用 好 你躲开啊 我看不见大夫了 大夫是哑巴呀 骗你干什么 人家学雷锋做好事 免费下来给咱治病 你得好好配合呀 人家还整个药膏 一会儿给你敷上啊 说过多少遍了 我记着呢 你当我七老八十啊你 躲开你躲开躲开吧 大夫啊 谢谢你我谢谢啊 我这个 我今天喝出去了 我这 忙我拿 死马灯火马医把我 大夫 你忙着我去干活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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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 我酸又麻又又疼的 哎呀 哎呀 大夫 你忙着我去干活了 哎呦 哎呦 其他 我吃了 哎呦 我吃了 与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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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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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娘 我不跟一般见识 妈 那医生根本就不是养了 是杨晓忆 大便 你怎么知道这样 妈 你要是不想让他来了 你就直接告诉他 我吃好了 行 你们啊 你俩这合起来骗我啊 是不是 是不是 你俩这合起来骗我啊 是不是 走 老婆子 人可来了啊 你们话好好说 不许再发疯啊 大夫 好了 在这样的时刻 我总会想起南方 想起南方的病床边 不知道是谁在护理她 照顾她 又是谁正在帮她 做康复治疗 夏大哥来信说 南方又做了两次手术 现在恢复得很好 有站起来的希望 我天天都在盼着 盼着有一天 她和吴水都可以重新站起来 明哥 水泥厂那帮孙子 可是指着你的名字叫号呢 是啊 是啊 咱就真不跟他们打了 孙悦 不打了 这 今天接到妈妈的来信 她告诉我 敏艳艳刚刚生了一个女儿 刘士军也从部队回永城探亲 她在前线离了宫 所以部队提前撤销了对她的处分 恢复了原来的军险 想到她这么快就当上了爸爸 我突然有些迷茫 当然更多的是嘲笑 妈妈 妈妈还在心中说 让我在适当的时候 也考虑一下个人问题 她说 这也是刘叔叔的愿望 这是我对真空抽携棒的改造图 如果可以克服技术上的困难 这个就能解决真空管的纯度问题 好 太好了 你现在终于把心思放到正道上了 浪子回头金不换哪 如果实验成功 车间给你向常理请功 知道吗 大明晚上又不回来了 最近怎么搞的 老不着家啊 没请大明说嘛 他们成立了一个亲工革新小组 天天哪在厂里加班的 革新小组是干什么的 说了你也不懂 就是工人搞科研的意思 工人当他好好的 搞什么科研的 这婶子要求进步是好事 你可别瞎琢磨啊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的 大明肯定跟那个姓杨的丫头搞在一块呢 杨小艺 你这白脑瓜子瞎琢磨什么呀 你这个榆木脑袋你真是 你不知道的事太多太多了 我告诉你 你想想吧 把口罩摘了吧 大热天了 我看着你都难受 早就知道你是谁 丑媳妇早晚再见公婆 当然你不是我家的媳妇了 杨小艺 我就不明白 你把自己弄成像特务似的 你图的是什么呢 我能图什么呀 阿姨 就是看着你老这么躺着很难过 想能有没有办法帮你把腰治好了 别把我当幌子啊 你是想在我们家 大明身上做文章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我实话告诉你们 五年来我最恨的就是你 我就不明白 我们家大明给你写信有什么错啊 你就拿着这个信 找刘叔基的儿子 给他看了 你小小的年纪你 你才是脸呢 你想攀高枝啊 那边不行了 你又找我们家大明 好马不吃回头草 我告诉你 实际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 兄弟们 闭嘴 我就不闭 我今天想明了 我对办事说清楚 我一辈子挺着腰杆我做人 我不能为了这个老药 把我儿子给卖了 阿姨 我知道以前事我不好 年纪小不懂事 做的事让你们一家人受了委屈 你看现在 我正好到清云还碰上你们了 我就在想有没有机会能补救一下 补救 这是能补救的事吗 一说起这事我气得不打一出来呀 你把我们家大明给毁了你知道吗 他什么料你知道吗 做办公室上大学的料 现在可好当了工人了 你把我们家老头子也毁了 以前给县委书记开车 现在赶猫磷了 你说差了多远 兄娘嘛 你胡说什么 你自己儿子不正气 你运人来干什么 快把我给扯上了你 你干脆你说你腰 你这小运动坏的责 你以为不是吗 要没有他逼咱们回老家 让我能下地干重活我腰成这样吗 走 不给他吃 让他叹就算了 叔叔 阿姨一次把话说明白了 这样他心里也痛快 要不然他老也憋着了 说实话吧 你就是想在我身上做事业 做不好了 没事啊 你不负什么责任 做好了 你这家伙有功了 可以在我们家大明 大明面前你摆弓了 对不对 阿姨 这个您真的冤枉我了 给您看看 您看见后背上的针眼了吗 那是我一直在跟个中医师傅 去针灸 但我知道这个 药没有一段时间 练不好 万一扎错了血位 还会把您给扎坏了 所以没敢在您身上练 还这边 你看那个红印 都是贴膏药 把皮肺给粘的 我想吧 我就先学按摩 至少 至少这中医按摩呀 能缓解您的痛苦 你看 咱们这段时间按摩 还是有成效的 您都能 这样 不靠着都能做吗 要不要咱们再坚持一个疗程 可别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啊 阿姨 其实我每个星期天来给您治病 就是为了能躲开五四眠 真的没有您说的那些想法 我俩现在连话都不说 不信你问他去 您就不想有一天能下地一走路干活了吗 咱们再坚持坚持吧 来 小心 五叔 那我先回去了 小姨啊 来了好几回了 连饭也没吃上一口 今天咱给您屋室把话说开了 在家里吃 来 您先坐 马上就好 坐坐坐 这也太快了 连我们团长都抱上外孙儿了 他哪儿子跟谁姐姐婚呢 姜米燕燕 也是我和四明的同班同学 你是梅燕 不认识咱们啊 那个唱戏王乡兰的闺女 我见过 当年咱们大民没出任的事呢 那大学 不在大学 那部队里 那也急干了 你说是不是 说说怕什么的呀 这丫头不过也没得好吗 跑咱们这个穷地方来 龙生龙 凤生凤 这都是命你信不信 这鸣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小银白鱼可是我们牵鱼的特产啊 好长时间没见了 在哪儿买的呀 不是买的 是师哥们捞的 没有啊 也不是我 不用问了 有师妹的师哥都是火雷锋 吃吃 他们做好事呀 从来不留米 对对对 吃吃吃 好好吃吃吃 张股长 现在我们厂里那里 就这么个情况反正你也 陈主任 您找我 小易 来 你看看 不认识了 这不是劳动局的那个张股长吗 是他和局长到你们学校去招你的干 忘了啊 这是局里的小赵同志 张股长好 小赵同志好 好好好 小赵同志 我们是来坐下调查访问 看看干部适应岗位工作的情况 小易来坐啊 我说你老低着个头干什么 地下有金子 你都把我给急死了 我低头怎么了 你以为人家真的是来访问呢 人家是来乡你的亲人 小赵同志不错呀 他爸爸是我们地位领导 行政十三级的大高干 你看小赵同志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对他印象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 杨晓一同志请留步 我想跟你谈谈 听说你不同意和我出朋友 我想知道为什么 我想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们不太合适 我倒是想听听 一个机关干部 一个工厂厂医 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合适 你刚才也说了 你是干部 我只是个厂医 所以我条件不够好 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太合适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呀 杨晓一同志 我是不会在乎这些差距的 我挑女朋友的要求是很高 但是个人条件是第一位的 你的个人条件就很符合我的标准 所以其他条件嘛 我可以适当降低一些 至于工作上的差距 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弥补 但是我个人认为 思想上的差距是弥补不了的 所以呢 我还是配不上你 谢谢了 我听出来了 你在嘲笑我 这是您的个人理解 对不起 请让开 杨晓一 杨晓一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长得漂亮点吗 除了这个 你还有什么可骄傲的 我告诉你 清云很小 我倒想看看 你能找什么样的男人 咱们走着敲 不 也不知道 很容易 但是 我赢了 好 不 点 很久 你 是不是 你们 坥 个小子 不可以 坐 小子 我告诉你 我不去欺负杨晓越 你看你那个 幸灾乐祸的样子 你能说你不知道 我哪幸灾乐祸了 我是挺讨厌他的 但我不至于去找人撞他呀 我没有幸灾乐祸 我是真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 不知道 真奇怪了 小赵同志说撞他的那个人 口口声声说 要替你报仇 谁呀 是不是 你这两个师兄啊 去 把他们找来 我问问他们 喂主任 如果是他们干的 常理会处分他们吗 怎么 你们还要串供啊 没有 不是这意思 我觉得你也别找他们了 问也问不出来 那个小赵实在要追究的话 就让他来找我吧 人家小赵同志很大度 就是跟我反映一下情况 小赵同志人挺好的 你还是考虑考虑吧 求云你饶了我吧 我还得工作去呢 你你 话还没说完呢 我这儿要跟你谈工作 五四青年节要到了 我们厂和兄弟厂要开一个联谊会 你是大学生 厂里领导说 让你上台发个言 谈谈新的体会 好吧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车的窗口 是大西北 一个平静的夏夜 是高原上 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 一盏盏灯火扑来 四流行车 四流行飞走 一重重山林闪过 四浪头奔流 此刻 满车歌声 已经停歇 婴儿 在母亲怀中 已经睡睡了 在这样的路上 在这样的时候 在这一节车厢 在这一个窗口 你可曾看见 那些年轻人 闪亮的眼睛 在遥望六盘山 高耸的风头 你可曾想见 那些年轻人 火热的胸口 在可念人生路上 第一个战斗 我们场厉害不厉害啊 这个女孩子 是刚从北京来的大学生 你看人从首都来的 思想觉悟啊就是高 来 再给公公掌 下面我们有请 新云线霓虹登场的 五四名同志 上台领奖 让我们再次输赫 五四名同志 获得团地位颁发的 新公益八名成果奖 五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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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四姨 这不是你同学吗 赶紧过上来 四姨 四姨 四姨同志 这次和他的青工小组 为了这次联谊会 特意做了一盏 友谊之登 下面 就让我们开启这盏 友谊之登 四姨 über外 提供 《小一》 我被琴小 妖三了 没错 我看就是小一 exactly 误 SEN 我们都是 那儿啊 就是对哭 就是对哭 是不是 快 交 Ми 在下 都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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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